嚴長壽的新書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全台巡迴演講的最後一場 6月16日晚間 在文化處藝文中心演藝廳舉行 演講開始前 台東縣縣長夫人陳寗彥頒 頒發台東縣榮譽縣政府嚴長壽 我不敢說我是看著總裁的書長大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如果要選一個 Voice of Generation一定是我們顏總裁 他的第一本書總裁獅子星到今天 在世界的地圖找到自己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在每一個時間點 用他的熱情在分享他看見的世界 然後都是單刀植入的點出 我們這個世代所會面臨的問題 並且誠心誠意語重心長的 提出他的見解 提供了一個Solution 讓我們去思考 讓我們去行動 那這幾本書當中呢 其實你會發現一個特點 就是總裁都是用國際的視野在思考 但是他卻強調每一個Solution 應該都是Tele-made 都是從地方在地出發 我不知道總裁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因為台灣這幾年越來越不國際化 因為國際化沒有選票 但是我相信總裁一定也可以很欣慰 因為有一個城市 他是真正和世界做朋友 那這一些很很寶貴的意見呢 其實在總裁的書裡頭 他都一再的強調 一再的提出來 我們應該要看到台灣的未來 要這麼走 所以我要再一次非常感謝總裁在台東所有的付出 嚴長壽指出 如何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年輕人必須要學會說英語 在國家方面 台灣要從其一做到唯一 在地方文化和觀光產業上 他以換到超車和分散風險的概念 說明台東的定位 那麼從積極的角度來看 也不見得那麼糟糕 我希望我們的產業 我希望我們台東 我們希望每一個個人 要用一個不同的事業來看你自己的未來 也就是說 馬雲最近在 最近在這個 貴州做了一個演講 你知道在大陸很流行講一句話 叫做彎道超車 因為大陸有賽車場對不對 所有的超車你可以注意看 都是在轉彎的時候超車最快 因為在彎的時候 它可以short cut超過你 所以叫彎道超車 可是現在馬雲講了另外一句話 他說彎道超車 十超九翻 就是因為你在跟人家搶那個 關鍵時刻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翻掉 兩個一起碰撞了 人家不讓你翻 不讓你超 結果到最後翻掉 他說貴州現在 做的就是一個新的觀念 叫做換道超車 你說貴州如果說是今天 學著上海跟深圳跟北京來做事 他永遠追不上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 infrastructure已經做得非常好 可是貴州最後選擇是 直接跳到大數據 直接跳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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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社群網站各方面的 於是你看 連郭台銘現在都在那邊投資了 也就是所有的大廠都到那邊去投資了 雲端 他直接就投資到這個 於是這個叫做換道超車 台東 還有每一個個人 我們也必須要用換道超車的觀念來看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 面對未來需要的態度 嚴長壽說 除了學習多面向 把學術、技術和藝術這三術合而為一 還要具備合作、創意、思辨和溝通這世襲的能力 演講最後 台東縣縣長夫人陳妮彥在座上台 頒發台東縣榮譽獻證給 美國委員旅遊諮詢公司董事長孫偉平 感謝她協助台東青年參與 楊百漢大學 玻璃尼西亞文化中心 亞洲經理人培訓計畫 及深縣內青年國際事業 及原住民文化發展 黃菜採訪攝影 繼續排隊